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汉字 究竟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又到了学汉字的时间了 准备好要开始了 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 汉仔 嗨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 汉仔 哇 汉仔危险啊 汉仔好像发现了什么 这看起来好像是个 是 甲骨文的使字就像是一只箭矢 有锋利的箭头 平衡用的箭尾 汉仔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硅甲 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后随着时代演进 使用字体有所不同 这是史的经文 是 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 人被见识 射伤生病或是卧病在床 两个字加起来就是疾病的疾 使也可以当成身符组字 例如质就是使与追的结合 谢谢汉仔的介绍 这样子你们都记住了吗 汉字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天竺书姐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可以按下订阅键 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 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看这里